歡迎收看 好 來啦 耶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麻辣同學會》 來啦 這個真的新同學了 來 略哥來 非常新同學 很新 真的 又漂亮 好高喔 又漂亮 叫什麼 大名 大家好 我是蘇瑋琪 蘇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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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瑋是日本人是嗎 不是啦 其實我是台灣人 然後最近有在學日文這樣 湯明哥想要問妳 日本最有名的蝴蝶是什麼蝶 是個笑話嗎 妳自己回答 我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 好 就這樣 謝謝 有名字 略哥每天都在鬼話臉片 我們今天是怎麼樣 請教一下今天的主題 今天不得了 鬼魂飄搖 其實主題就是呢 台灣有很多的靈異現象的節目 可以說讓觀眾又愛又怕 又期待又怕被受傷害 常常有人這樣汙著眼睛 但是還是好看 譬如說 農曆七月 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然後很多做的是一些命案現場 當時的命案現場 現在再重新回顧 會不會讓妳要不值得 以前好一陣子好流行 真的 最有名的應該就是一個 紅衣小小女孩 小女孩 對 她照片到現在還是個未解之謎 到底如何未解之謎 我們看看VCR 1991年開始 台灣掀起了一陣靈異旋風 靈異節目 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 其中靈異VCR 讓事件更增添了真實性 使某些靈異事件的發生地 甚至變成了觀光聖帝 而當下最熱門的 綜藝型政論節目 每說到神怪 飛碟 或是神秘生物 操作的手法 更是與過去的靈異節目 不謀而合 今天就一起來回顧 當年說神論鬼的日子 好愛 感謝大兵的下午 尤其第一張 好可怕喔 那個頭怎麼會這樣 這樣子 有很多實驗室 最近不可思議 不可解釋 就在今天早上的新聞 你們有沒有看 就是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 你知道 我講我女兒好了 有一次我女兒跟我的保姆 一起坐電梯 她坐電梯 電梯裡面就只有兩個人 我女兒就對著電梯 譬如說保姆在這邊 我女兒在這邊 她就對著電梯另外角度說 姐姐好 她就這樣 姐姐好 結果我保姆回來嚇壞了 其實小朋友好像是 本身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是你女兒真的看到人家看不到 還是那個保姆眼睛沒有睜開 不管是他看不看到 可是這個保姆嚇壞了 今天那個新聞是講說 一個小朋友 就是他在那邊 媽媽在前面拍VCR 他那邊突然就 他突然就是莫名其妙 被一個力量推到旁邊去 好像是被推的就對了 對 就是 他說其實小朋友沒有什麼 然後被推一把 那小朋友坐到地上摔倒了 拍的父母親嚇壞了 結果突然有一個力量 就有一個人把你這樣推過去 他就這樣飛過去 所以其實在某一個空間裡面 也許你跟他相搭到 可是你不知道 我台灣外景就做了十年到處 那有一些 有一些住宿的地方 曾經發生過一些事情的 這一種的 有一次我們就 整個工作人員就住 住到一個房間 那個房間剛好是我們一個 導演跟一個七華一起住 兩個女生 住在那裡 他發生了一個現象 就是當他們那個電視機 按開關 要看電視 打不開 當打不開的時候 放下 算了 不要看了 電視就自己開了 自己開的時候 沒有 不是在考慮 我不能說太明確 在北台灣的這一段裡面 然後當他說 是接觸不良是不是 要關 關不掉 放下 自己又關起來了 然後當他們晚上接近十二點 要準備睡覺的時候 你就會突然看到 兩個人同時看到 一個小女孩朝窗戶外面 跑跑 跳出去 他們兩個都看到 然後看到了以後 事後隔天我們就去問 我說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問旅館的人 沒有人會告訴你 我們去問周邊的人附近 那一間飯店當初燒死過人 就是那一個女孩 所以我是聽說 如果她命 她的壽命還不到那個年 她就會在那個地方 不斷的一直循環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附地嶺 束縛了附 地上的地 她被束縛在那裡 她不知道 她自己已經走了 然後一直不斷的 在那邊重複重複同樣的行為 但是相同的電視情節 其實也有個真實的案例 你知道嗎 這個真的是很可怕 我有一次也是在外地工作 你知道嗎 回到其實 賓館裡面其實還滿累 大概是晚上九點十點 因為你已經拍了夜戲回來 洗澡 休息 連劇本都很累 睡覺 電視她自己就 突然間沒有 就開了 就開了 我不習慣開著亮光 就睡覺 就開了 然後因為已經沒有節目 她是跑那個花紋知道嗎 但是因為你很累 那個濕濕聲音慢慢吵... 一看 第一個是說服自己 我忘了關電視 我忘了關電視 沒關係 關了 又來 這時候真的 不怕的就是孫子你知道嗎 絕對是怕你知道嗎 就很緊張 會給自己找一些理由 對 就很緊張說 我剛剛其實清醒了關電視 那我只好再關一次你知道嗎 再關一次 沒有再打開了 但是等到快要凌晨的時候 你知道嗎 快凌晨的時候 真的生氣 這時候叫也不用睡 對 因為已經是4 5點 後來我就7點鐘的時候 我真的把服務生什麼叫進來 說我要換房 為什麼 這個 這一間我不能直說 不能說你們賓館怎麼樣 我覺得傳出去不好聽 我說這個電視機是怎麼講 電視機是不能看怎麼樣 他自己會半夜 設定 不是 你自己 把定時開關按著 每兩個小時打開一次的話 搞烏龍就對了 Let's call 就是有定時開關 就是剛剛你們講說 那種被動式的 就是不小心被找上門就算了 你們當年做節目太誇張 你們自己 因為今天這幾位 都算是靈異節目的金字招牌 對 每個人的身上或多或多 都背了幾顆 那你們要知道 那個製作單位 製作單位他有時候是這樣子 是哪裡險惡 哪裡去 富貴險中求就對了 他為了這個節目的真實性 很可怕 都要他們做很多那種瘋狂的行徑 李祖妮 我當初那個節目叫穿梭陰陽界 也是跟陳維銘一起主持 很好看那節目 但是前幾個靈異節目 我們那時候收視率 是非常不錯的節目 隨便做都有1 2以上的收視率 但是你們應該沒有隨便做吧 我們很認真的做 但是後來認真到 已經製作人有點走火入魔 就是因為他會希望外景主持人 不能帶平安符 然後女孩子如果立假那一天 那一天他也不能出外景 就是反正所有人家說保平安的東西 外景主持人是不可以帶上身的 那我們後來唯一也是目前為止 靈異節目的第一個創舉 也是目前唯一一個 就是我們帶了自告奮勇的觀眾 我們組了一個猛鬼旅行團 去泰國的普吉島出外景 泰國 泰國 而且那個團隊還是觀眾自己出 然後我們去的那個行程呢 白天我們一樣讓那個觀眾去玩水 玩一些戶外活動 但是到了晚上吃完晚飯之後呢 所有的觀眾就集合 集合以後我們要去 去唱歌 沒有 有...要去唱歌 但是是在鬼屋裡面唱的 我們要去他們當地的公墓 然後去蒙住眼睛去開天眼 我剛開始製作人有這個想法的 我還說怎麼可能會有這種觀眾 結果我們那整個團浩浩蕩蕩 帶了20個觀眾去 那20個觀眾還是自費的 自費 自費去墳墓開天眼 有的人完全不信這些了 那一天讓我覺得 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為所有的觀眾 通通都要在墓地的馬路的對面 先做好蒙眼睛的動作 然後老師要做一個施法的動作 他們才能夠有開天眼 那在不同的觀眾就定位以後 我就要進去串場 我就首先要先走到一個人的 我旁邊說 請問這位觀眾 你現在在前面你看到了什麼 這個站在這裡的觀眾就跟我說 我現在看到了 我的右前方有一棵樹 那這個樹下呢 有兩個人坐在樹下 樹上有一個人在看我們 然後呢 我就說好...謝謝... 那就請老師把它解開 讓他不要再看到這些 我又去下一個觀眾 然後呢 這個觀眾就說 他看到前面呢 有一個小池塘 然後呢 這個池塘的中間 有一個人坐在池塘中間 中間 池塘中間 他就說坐在那個小池塘中間 都是蒙眼的狀態 蒙眼 而且連我其實走到他旁邊的時候 我其實看不到前面 是長什麼樣子 就是不打針的話 其實觀眾看不到 我絕對看不到那邊有沒有池塘 所以連我走過去的時候 我也走得很小心 然後我們就馬上把燈照過去以後 真的看到一個小水塘 然後中間就真的有一塊 像小石頭的一個樣子 可是上面一樣沒有人 好像明明沒有看到什麼 可是為什麼這些人 遮住眼睛走過去 他應該完全不清楚 那個現場的狀況 可是他們卻能夠 栩栩如生的說出來說 我的前面有什麼 後面有什麼 旁邊有什麼 然後就讓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全部都好… 然後就慢慢退開這樣子 20個觀眾朋友 20個觀眾 自告奮勇 自費 是 回來還是那20個 這個就很難講 沒有 多兩個少兩個 據我對李冠英的了解 因為他好像常常有碰到這樣的 因為他那一陣 常常出一些所謂這種 鬼來鬼去的外景節目 冠英是 冠英好像沒有在怕的 冠英是演藝圈最有名的 靈異體質 對啊 不是 我要先澄清 因為我神經很大條 所以其實 為什麼我會能夠全身而退 就是因為 有時候我做實驗的時候 包括有一次 小朋友很喜歡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是死在一個屋子裡面 然後他最喜歡的腳踏車 聽說半夜的時候 都有人騎那個腳踏車 結果呢 做實驗的時候 我就坐在腳踏車旁邊 可是就像竹筠姐講的 我是完全看不到我前面 我這個紅紅的燈 是夜視鏡的那個攝影機 結果腳踏車 從我旁邊騎走了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有這種人 說快點 你看那是什麼 然後我就說 什麼東西… 他說腳踏車不見了 我才發現他騎到門口去了 而且只有我一個人 神經有這麼大條 對 我神經真的聲音什麼 沒有耶 就是沒有聲音才恐怖 對 我就覺得好神經 那攝影師都看到了妳 妳都完全沒有發現 沒有 就神經很大條 沒有... 我是覺得 因為妳在害怕的時候 妳會一直講話 所以我一直講... 用walking talking跟外景主持人 就是外面的人講話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 旁邊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他們有的時候 其實是架DV 對 然後把妳一個人丟在妳 一個人都沒有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在外面 妳怎麼站住妳主持人 而且其實我們後期 玩到很誇張 玩很大 是因為製作人真的很希望 妳現場直接昏倒 然後最好是就送到醫院去 我們還可以加拍一集 那種 就是希望妳能夠真的出事情 然後我記得印象最深 有一次我跟那個 就是製作單位 有起一個很大的爭執 是因為 我們去了台南的一個地方 就當初那個地方是因為呢 有一個老先生 他是台南的鳳梨大王 那因為他的家產留下來很多 那兄弟之間呢 因為父親死掉了 這真家產嘛 所以呢 父親沒有辦法入土為安 他就一直放在他們家的客廳 然後呢 就棺材跟父親的遺體 就一直在客廳 就是為了 要把家產的事情解決嘛 結果連放了三個月都 就父親還是在那個地方 之後大家就是媽媽不孝啊 然後結果 因為後來老師是說處理之後 發現那個 那個父親就是沒辦法 因為無法入土為安 所以他的臉一直在那邊 他的臉一直在那邊 所以製作單位要我們去感應嘛 然後那時候我 我記得那天只有我一個 女生外景主持人 結果呢 我不知道製作單位 多麼厲害的通天本靈 去弄了一個棺材 而且那個棺材 我一看就不對勁 因為只要是新的或是什麼 我都覺得說那都還好 沒有 所以妳通道是二手棺材就對了 那個二手棺材怎麼來的 因為我其實跟工作人員 還滿好的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看不慣 製作人就是欺負我 所以呢 我就跟工作人員問一下說 那個棺材你們從哪裡拿來的 他就說 我們去附近台南有一個墓地 那有很多人不是 什麼幾年之後要檢果嗎 要把整個棺材挖出來 之後那棺材就沒用了嘛 他就說 我們就在那邊看到那個棺材 直接在那邊不會問他說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棺材拿走 所以他真的是有躺過 往生者的 我一聽就可能 那他是怎麼樣要妳躺是不是 對 我一聽 因為我覺得那個木頭 是有點腐爛的 有點爛爛的 而且潮濕的 當然啊 然後有半邊是沒有木門的那種 因為腐蝕啦 對 那有時候那個濕水是整個靜下去 我不曉得啊 然後我就知道那個 因為他真的是有問題的棺材 可是製作人就說 那妳在這邊躺 就是躺進去 感受一下當初那個父親 無法入土為安的心情 或者是可不可以感受一下 這有什麼好感受的 對啊 對 就是要我躺進去 我就說我不做了 我說妳太誇張了 那真的躺過往生者 他說可是我沒有拔貝問他 他們是答應的 我說那妳躺躺看 妳躺我就躺 妳是會兩個人一起躺啊 不行 沒有 因為他拔貝的時候 不是拔他能不能躺 是拔妳可不可以躺 對 那不會的結果是 只有妳才可以躺 沒有 他只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關手 所以他也沒在管誰躺 製作人敢不敢躺 我們製作人說 我身高190 這不夠長 然後我就整個很生氣 我就說那我不要 因為他真的有躺過往生者 我就太沒有禮貌了 之後呢 因為我說 我現場就說我要遲遲 我要走了 結果最後 因為他發現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說服我 就找不到第二個 比妳更有種的人來組織對不對 所以 對 他們就用了一個稻草人 後來老師有施法就是說 可不可以讓那個稻草人 就是把它當成是替身 然後我還是留在旁邊 做感應 結果後來那個稻草很奇怪 那個稻草人的手 他竟然就動了 就把我嚇一跳 然後我就覺得 還好我沒有躺進去 因為我覺得 那個真的不乾淨 這個東西 其實妳真的妳不要去觸犯它 這等於是冒犯 對 妳是冒犯人家 對啊 如果現在人家沒事跑妳家去 因為妳也會不高興啊 對啊 不管妳在不在家啦 對 所以我覺得 他很像 他是你們要講 真正感冒犯的人 感冒犯的人 Eason太可怕了 Eason Eason 他有什麼不敢做 Eason怎麼冒犯的事都幹過 對 其實我以前聽到 這些靈異的故事 我都會覺得說不可能... 直到後來我去錄了那個 愛我的媽 因為他們那時候製作單位 想要找一個非常非常鐵齒的人 然後我就說好 我可以這樣子 因為我就是完全不信邪 我沒有信任何的宗教這樣 他說好 那既然這樣的話 他們就完全不設定 所以我們每一次去出的那個外景 都是真實的就把我 而且他們也不勘警 他們也不事先去做功課這樣 我就直接是到第一現場 發生什麼狀況就直接是 你自己承擔就對了 對 那你的討論 應該是一集一集簽了吧 不是 你簽一記了 他們有多恐怖怎麼弄 有一種那個 那個召喚鬼魂的儀式 那誰敢弄 他就叫Eason弄 Eason很敢弄吧 Eason真的敢弄 他原來是一個就是精神療養院 然後精神療養院 他是已經荒廢 廢棄了 他們那些儀器什麼的器材都在這樣 然後一間一間的那個病房這樣 那我們就在那個病房的那個大廳那邊 結果那個時候製作人就拿出了 就是七根蠟燭 他就擺出了一個七星鎮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好 那也OK這樣子 開始就把那個蠟燭就點起來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就要我坐在一個 就是旁邊撿來的一個沙發上面這樣子 然後我手上就捧著 捧著那個時候買的一些雞脖子 什麼的 他們就說要當腳尾犯 要引那些好朋友過來吃 對 我這邊吸皮笑點講一講的時候 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 是完全不會有風透進去的 它是一個很悶很悶的地方 對 我就看到那個蠟燭本來 如果蠟燭它是被風吹的話 你會覺得它好像快洗了快洗... 然後再滅掉 那個蠟燭是完整的這樣子 一燭火 就... 嚇死了 在這邊 誰啊 前面聊了這麼多時間 突然陰笑話 老師 你不要再聊了 你不要再聊了 我想說 我想說今天不是阿咪老師 稍微放心一點 怎麼你也是這樣 真的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蠟燭是瞬間 一起熄滅 一起熄滅的時候呢 我的那個沙發四張四隻腳 突然有一隻腳就斷掉了 所以我是整個 從那個沙發上面疊坐下來 我從裡面有紅包 然後他就給它撿起來 真的假的 你真的是 你撿到你可能就要取那個王靈 老師 可是我撿了我現在怎麼辦 老師說能怎麼辦 那我就知道 我的那個沙發四張四隻腳 突然有一隻腳就斷掉了 所以我是整個 從那個沙發上面疊坐下來 然後我的那個 我捧的那一堆食物 就開始灑滿這樣 到處亂滾這樣 然後我開始 這個時候我就開始 就是好像呼吸急促 然後一直吸不到空氣的感覺 我就覺得我全身好像 就是那種背後全部都是涼的 但是胸口是很熱很熱這樣子 很像那種 被掐著嗎 被掐著的感覺 我就說老師 那你現在 現場看到了什麼東西這樣子 老師說因為他們是 我那時候捧著那些東西 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人是 我人是有 陽氣的 他們沒有辦法靠近我 所以他們想 你就吃不到 對 他們要想辦法把我弄倒 讓那些食物 散落在地上的時候 然後他們開始爬 然後在那邊吃這樣子 應該他有照片可以看 他有照片 你看他那邊 他醫生真的沒有心 那個時候 在生死關頭的時候 他有還拍一些照片 給我們當資料看 對… 那你從那一次之後呢 我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 全身 全身都會開始長一些 很奇怪的紅疹子 然後我背後 就是全部 那一天晚上回去 整片都是紅的 然後是就是 還有一些瘀青這樣子 可是我那天沒有 我那天沒有就是 沒有跌倒 沒有跌倒 也沒有 對 也沒有暈過去 撞到東西什麼的 有一次黑人碰到我 他說 雲林哥 你能不能勸勸 Eason不要再去出那種東西了 我說 怎麼了嗎 他說 那個Eason自己中邪就算了 因為他是黑人經紀公司的 他說連我們那個宣傳 連我們家那個David 跟著都中邪 他說David也中邪 他說對啊 他說David有一次看著我 就看著黑人哥 看著黑人 然後跟他說 看著黑人叫小娘哥 這差太多了吧 這個差太多了吧 長達半年的時間 David那個臉都是黑的 而且因為David他家裡 有兩隻狗 然後他就說莫名其妙 他以前回家的時候 那兩隻狗都會就是不 對 性高采烈這樣子 可是因為他常常跟我 出來幾次外景之後 他回到家以後 狗是很冷漠的看著 然後是對他是那種 就是吹高雷那一種這樣 很恐怖 然後他講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 郭丁露老師 郭丁老師多幽默你知道嗎 有一次他們又去出外景 然後Eason Eason真的很會觸犯人家 看到那個草叢裡面有紅包 他就給他撿起來 真的假的 你真的是 那個老師大驚失色 老師說那個不能撿 那個是人家冥婚的 你撿到你可能就要娶那個 那個亡靈 可能就是一個女生 一個死掉的女生 是 Eason拿著紅包說 老師 可是我撿了 我現在怎麼辦 老師說能怎麼辦 那我就至少恭喜你 你快結婚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酸 因為 對 老師常常會這樣子 他就不幫我處理 他這樣講真的很可怕 但我已經蜜月期過了 你撿到很多次婚嗎 蜜月期過了 蜜月期過了 我那時候真的是撿到一個紅包 而且我不曉得有這個禁忌 不是 這個是 這家小孩就是小孩子 他不管那麼多 手間是不是 手間 反正他也沒有那種 基本上他這樣子 還有一個好處 他比較不會那種 比較不會那種 像他刻意明明知道 會有什麼狀況 他是完全是那種無理頭的 不知者不罪 對 不知者無罪 像你每一節目做那麼多 那麼多 自己有沒有碰過那種不可思議 到現在還無法解釋的現象 昌明兄應該最多吧 昌明 早期 主持一個節目叫第三類接觸 你知道以前 有 那有名喔 很久以前 以前有一個棚你們應該都知道 三床一個睿智棚 睿智 知道 那個棚就比較 很不一樣 不一樣 是 地下室那個 對 有一天我們要開錄之前 然後老師就過來問我 他說 昌明哥 今天是不是就錄到這裡就好了 我說老師還沒開錄 怎麼錄到這裡就好 我覺得今天好像 是不是不太適合錄 因為我以為他講的是因為 氣象報告說可能 深夜會有颱風要來 我想說是因為這樣 我說老師沒關係 我們錄快一點 錄完不然不錄 又開天窗了不行 老師你坐一下馬上開始 好 他說那好吧 結果後來我們就開錄了 那開錄呢 你知道 那時候我的搭檔 旁邊坐的是 坐的是周知君 然後我這樣轉成 看那個老師在講鬼故事的時候 講... 突然後面有人跟我講說 昌明哥 君君不對了 因為君君就是以前 我那個節目的外景主持人 最容易口吐白目的那個 他很容易...他很容易上身 對 然後呢 有人這樣一叫我說 我一看到 據說完了 依照我的經驗他中了 可是正在錄啊 怎麼辦 然後我就想說 實控傳播 我就當沒看到啊 我就當沒看到 當沒看到 當沒看到 然後繼續問他發生什麼事 沒有 因為鬼故事還在講 你知道還在講 我想說 待會兒再說 先緩一緩 先緩一緩 我想也許是我誤會了嘛 繼續講 攝影棚不是有兩種燈嗎 一種是我們錄影的燈嘛 一種是日光燈嘛 室內燈 對不對 場燈嘛 場燈嘛 講到一半突然 錄影的燈全熄了 就突然跳成日光燈 我們全場這樣 怎麼會突然熄掉 好啦 這個時候我就說 跳電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趕快...去查一下 怎麼回事 沒辦法錄啊 快... 然後工作人員開始了 這個時候事情就來了 兵分幾路了 第一組工作人員 他就跑去查什麼 發電機啦 有沒有油啦 有沒有跳電啦 有沒有什麼 就去查了對不對 然後呢 君君這個狀態 一個老師看他 已經知道他不對勁了嘛 所以一個老師呢 就扶著他往棚外走 扶著他往棚外走 另外一個老師 因為我會想說 那我就跟著他去 因為反正是靈異節目嘛 那那個時候攝影機他就keep roll 跟 那我想跟 那一定跟君君去嘛 那因為另外一個老師 他就往後面走 往牆角那邊去 我就不管他去幹嘛了 各自去不同的地方 對 各自不同 我就跟他去 去了之後 我就看那個老師在君君那 一杯礦泉這邊 然後就讓他喝 好啦 反正君君這個部分呢 大約經過了一個鐘頭 他OK了 工作人員回來回報了 他說 發電機沒有問題 有沒有缺 沒有調電狀況 都沒有 查不到原因 第二個工作人員告訴我 你燈全熄了 可是有一盞燈 它是亮的 照理來講 你要熄應該全部都熄 怎麼會只有那一盞燈亮 他找不到原因 我說 你好笑 你不要去看 你看一下那盞燈 它什麼狀況 他就去看了 沒插插頭 就那盞燈是亮的 沒插插頭 就一盞燈亮 然後其他都是場燈 日光燈 有插插頭的面 那盞燈就是平常人家停電的時候 沒有 不用插插頭一個它自己會亮 自動放棄 藍牙的嘛 藍牙的嘛 藍牙 謝謝潘老師 謝謝藍牙 然後呢 好 這個時候呢 同時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棚很大 是長方形的棚 然後有一個工作人員 他是坐在後面 那個調音什麼 他寄在後面的 他是這樣坐 像這種椅子 他是有椅背的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 他從後面 他就這樣推他一下 推了一下 他說回頭看幹什麼 沒有人 然後我就趕快看一下 還有那個老師 他在搶腳在幹什麼 還有一個老師 這幹什麼 他到底在幹什麼 往後走的那個老師 突然之間 他只說趕快 把攝影棚的大門全部打開 他說 因為呢 我們在播VCR的時候 播VCR串鬼故事 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VCR播一播 我們在外景組成區那邊 那邊拍的時候 冒犯到當地的好朋友們 他可能沒有打招呼 或是做了什麼 不知道 所以在播VCR的時候 突然之間 這是老師說的 因為我們看不到 他說從電視裡面 就跑出無數個 跑到棚裡面來了 全部跑到棚裡來了 他真的這樣子爬出來 不是 它是飛的 他說是飛的 飛的 全部來到現場 來到現場 全部亂竄 全部亂竄 所以你看到燈全席什麼 就亂七八糟了 好 那他為什麼跑去牆角呢 他跟我說他去談判 後來他想說那談好了 談好說 那我們這樣子 如果都可以的話 你確定還要再錄嗎 他又問我一次 你確定還要繼續錄嗎 我說真的不能不錄 算算常錄只有二十幾分鐘 會開天窗 他說那 等要錄 他就說那就錄快一點 我說好 我就跟志倫說照錄 因為這是靈異節目 真實發生的 我們就把情況告訴大家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一開掌 五四三二我就開始講了 我說今天發生什麼狀況 講完了之後 我說那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們可能 冒犯了當地的好朋友們 我們可能有一些缺失 到時候我們一定會去質疑 真的很抱歉 然後再講到一半 突然突然燈全亮 有沒有 好可怕 對啊 那後來那個周知君呢 就你話講完全亮 周知君好了 周知君就是 老師幫他弄那個水 他自己有沒有說 他為什麼會那樣 他不知道 他就覺得不舒服 他經常常常會碰到這些 我跟你講 他太常會卡 有的時候他會卡到一些動物靈 還是會卡到一些動物靈 有啊 動物靈我也卡過 我自己就有碰過這種 你卡到 真的假的 怎麼那麼好笑 觀眾陸續中血 各個狀態離奇 突然有一個觀眾 他就自轉 就一直轉 一直轉 他感應到他自己是發電機 他旁邊的另外一個 不認識的觀眾 他開始頭就一直轉 他以為他自己是電風扇 電風扇 老師到最後有沒有手自己 變成這樣 對 我竹生機 我現在也是竹生機 我自己就有碰過這種 對 我卡到孔雀 孔雀 真的假的 怎麼那麼好笑 不... 後來你有拍瓶嗎 不是 你現在 還是你吃的餅乾 你不要開玩笑 不... 不... 沒關係 我聽你的... 德烈 你不要開玩笑 我跟你說 我從來不講這些東西 這是因為我可能自己本身 對這方面大概有一些 因為那天我應該說 在我之前的那家舊公司 我們那家舊公司 以前亞歷三大 我們是在地下室裡面 可是地下室裡面 常常就會有一些狀況 出過一些狀況 那一天是因為在 我在那邊可能就是值班 那天晚上 我就自己在那邊晚上 做運動的時候 就發現耳朵是 突然間這邊是聽不到 但是你會有一個 我只是冒昧地請教你 當時有沒有吃孔雀捲心酥 不是 我吃孔雀餅乾好不好 那一天我沒有辦法 處理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發現我自己 用自己的一些方式處理 我左邊他跑我右邊 我左邊他跑我左邊 我就知道他要我去找師父 我打電話去跟著師父說 我現在什麼 師父說你好 趕快過來 所以我進了師父的這個 就是他的佛堂裡面的時候 他就是在外面等 然後師父告訴我 那是一隻孔雀 那師父怎麼知道 那是一隻孔雀 因為師父就是會知道 那我覺得我如果 如果我講一個蛇的 你可能還比你好聽一點 蛇的 蛇 沒有... 我以前問過一個老師 他可以看前世今生 對 他把我搞到那個排位 祖宗排位面前 他說 他就在那邊念念有詞 突然 小林子 我嚇一跳 怎麼有人叫我小林子 你前世就叫小林子 然後結果他用牌子腳翹起來 然後我就聽他的話 我就翹起來 他就這樣要幹嘛 我就翹很久 他說 是的 他就在那邊算... 你前世是一隻 蛇 然後我就 所以你都會 這樣 你都是這樣子 威廉神 就因為這樣 他就說我是蛇 他在那邊叫小林子 小村子這種應該是 前親的 對 太監 反正我跟你講 反正這些東西 基本上會來找你 一定有他的原因 就是你的冤軍在主題 主題 但是我曾經在攝影棚 碰過一個 我覺得比較懸的狀況 那一天本來要進棚 跟孔雀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跟藝人有關係 那天錄影的 就是主題是在講 一年早逝的藝人 所以我們那天請了 薛岳的好朋友韓賢光 跟俞峰的好朋友 羅碧玲 羅姐來 然後那一天呢 錄影當然現場也有老師 我們一樣知道開工 就是都有拜拜 一切看起來都很順遂 可是等開工了之後 因為以前沒有手背 那通常都是一個攝影師 站在一個高台上 然後呢 五四三二開始 我才開場沒有開多久 我就眼睜睜的看那個攝影師 好像有人這樣推他一下 他就差點從那個高台上摔下來 那當然就喊咖 然後再繼續錄影的時候 因為我們地上都會 靈異節目嘛 燈都是很陰暗的 所以我們地上都有那種地燈 我開場開一開以後 我眼睜睜的看到地上那個地燈 像被人家這樣抓起來 這樣倒下來 後來就開始錄影 然後老師就一直手上佛珠就開始 等到我們在講故事 或者是在問韓賢光 或是在問羅姐問題的時候 那兩個老師從頭到尾都一直這樣 念念有什麼 你就一直這樣 會出那種像在念經的聲音 可是那是以前在攝影棚裡面 他們不會發生的事 突然燈就這樣 啪啪這樣一閃 攝影棚的燈啪啪一閃 馬上又亮了 然後呢 那個老師就突然抬頭 然後看著韓賢光說 你答應人家的事情要做啦 什麼意思 然後老師就說 然後他要做一個英文專輯 你還沒有做給他 我說有嗎 然後他就說有... 他說因為薛悅那時候生病 他說他一直想出一張英文專輯 可是因為他做完他的人生的 那個最後一場演唱會的時候 其實經歷大傷 所以他一直想要去錄音 可是體力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沒辦法負荷 所以後來整張專輯 並沒有完成收錄到所有的歌 所以那一次其實是讓我到現在 一直很...覺得很詭異的是 燈怎麼會倒下來 然後老師一直說 薛悅在下 其實我們也看不到 可是韓賢光也說 的確有這個事情 老師又跟他沒私交 怎麼會知道這個事情 而且那個攝影師好好的會 攝影師好好的 怎麼會快摔下來 所以那一天的錄影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真的生活上 是有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的 剛剛講完這段的時候 發現我們舞台攝影師 就是不停的在看後面 有... 剛剛有一個攝影師 他們沒有最高攝影師 放心 那個是製作人在拍妳的時候 要拍特寫的 冠儀... 妳是妳的什麼觀眾朋友怎麼了 對 其實講到在棚內錄影 因為我是從外景 一直坐都坐到棚內 所以我出的外景 大概是 我看是演藝圈裡面 最多去鬼屋的 然後有一次是我們 那時候集結了大概十幾個觀眾 是有出過外景 就跟我們一起去做那個 操展任務的觀眾 到了攝影棚 結果沒有想到 那觀眾就是因為好奇 從來沒有進棚 大家就在旁邊 然後就看我們錄第一個階段的 結果不知道我又怎麼講 然後看到那個VCR 我們出外景的VCR 突然有一個觀眾 他就自轉 就一直轉... 原地這樣轉圈 對 他就站在 就是像我們攝影機後面 他就開始自己一直自轉... 然後老師就覺得 就老師就站起來了 然後我們還在錄 結果老師就站起來了 可是通常製作人都不會喊咖 因為他反正現場已經就開始了 這才是最珍貴的 對 然後就他就問 我們就問他說 老師 為什麼那個 就是你一直看那個觀眾 為什麼他在自轉 他說因為他覺得 他感應到他自己是發電機 然後我說 我那時候快要笑出來了 因為我覺得 自己是發電機 為什麼覺得自己是 他確有頭一曲同一曲 因為觀眾自轉 還唱旋轉跳躍 我不聽些 然後過一會兒 老師才剛講完說 他是發電機 他旁邊的另外一個 不認識的觀眾 他開始頭就一直轉 他不是身體轉 他是頭轉 然後呢 就很奇怪 連鎖反應 接下來所有其他的 有人就開始就被上身 那個手就開始來了 然後老師就說 那個旁邊 發電機旁邊的是 電風扇 電風扇 好像是催眠秀裡面的球犯 對 他們真的起連鎖反應 然後有人是被其他什麼 有的就是正好經過的 靈界的朋友上身 所以他的手可能就開始變 就有點像是 女孩子在走路這樣子的感覺 就每一個十幾個觀眾喔 表現出不同的一個狀況 然後那時候第一次 在我們棚內這麼的凌亂 然後老師來不及 因為他只有一個人 真的很凌亂 因為每一個角落 你都發現 老師就滿身的汗 然後一個一個處理 處理不完 然後處理兩個鐘頭 十幾個人躺在那個 攝影棚地上 真的是十幾個這樣子 就躺在那邊 攝影機就這樣拍他們 老師到最後有沒有手 自己變成這樣 對 我竹生機 我現在也是竹生機 竹生機 冒犯王者無上線 Eason常道苦寡 那時候我們要去北投 然後也是一個廢棄的醫院 桌子上面 放了一包香菸 可是很奇怪的是 那一包香菸是全新的 不然 就既然這包菸都已經放在這邊 也沒人抽 我就想說 你抽了 我都要進去 很敢 當中冥冥之中 有人要請你抽菸 自己看到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就傻眼 我想說完蛋了 我應該是真的冒犯到他們了 那一陣子就整個 暴瘦大概15公斤 這個有時候是彼此的那種 自我暗示 他們會傳染 以前一個製作人 找了20個蛋糕 來攝影棚裡面 他要創造 綜藝史上最突破的畫面 蛋糕在攝影棚集體起檔 20個人集體起檔 然後那天20個蛋糕就來了 好 五四三個就錄了嘛 然後主持人叫講... 說來 請起檔 那20個人 你看... 20個人 你看我看你對不對 你看我看你 我如果沒有起檔 對不起跟其他 不是 你開始看那個 他們你看我看你 對不對 然後他鼻子加頭接著說 這樣是怎麼起 怎麼讓人說起就起 又NG 製作人就上去溝通 拜託我們在錄影好不好 你們就起檔 這製作人就是你吧 不是... 對... 你快講這個 這集我有看 他講那集我有看 然後五四三二 請起檔 然後他們那些人就 是在起什麼檔 他製作人又來溝通 製作人說 拜託好不好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快點起來好不好 然後五四三二 終於有一個人發難 就開始莫名其妙 啊... 然後旁邊的人在看 那個人說 快點... 然後剩下19個就 啊... 就弄起來了 好 結果 錄完以後 電視台長官也看到 不能播 這怎麼能播 20個人耶 不是每一個都這樣子耶 自己這樣 他又是這樣跳的你知道嗎 他起人這樣起的耶 我之前自己在那個 攝影棚的時候 我們錄完外景以後 我們都會在進棚再錄 然後我一直都以為 攝影棚其實是個安全的地方 後來後來才發現病故事 還有這樣子的想法 你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因為我們那個節目是 就是小娜老師都會固定 固定去就是講她的一些故事這樣 那她本身自己是 那個技工的發音人 突然有一次 她就是突然一直打個一直打 然後後來小娜老師才 平靜下來以後才說 因為現場的那個攝影棚裡面 出了一些狀況 尤其是在景片後面那邊 有一些不好的東西在那邊 已經在那邊要聚集 他們已經打算要 想要定在那邊這樣子 所以老師趕快來 把它劃解掉這樣 結果後來呢 就是我才想起來 我上個禮拜 就是在那個景片的那個 就是老實講那個景片的那個位置 因為我每一次 要在那個節目裡面要換裝 所以我後來都很懶得 就是把我的衣服放在化妝間 我都直接是在那個 譬如說這兩個景片後面 我想說反正攝影機也拍不到 我就躲在那邊 就近一下 對 我就近 然後我就把衣服都是放在那邊 那我的手機也都放在那邊 那天我在錄影的時候呢 我在 因為這個錄影的過程當中 是不可能有人走到那個 兩個景片中間這樣 而且我就 人就在那個前面 就是在那邊搬一些鬼這樣 然後錄影的過程 我就一直聽到一些嘻嘻嘟 好像有人在對話的聲音 然後一些嬉鬧的聲音 我一開始還以為 因為大家都很 大家都在講故事 怎麼會有人在那邊嬉鬧呢 我以為是我 從那個FD的那個耳機裡面 傳出了譬如說 複控裡面的一些嘻嘻哈啦聲音 我也是我聽錯了 結果後來呢 我就一開始聽到 除了有吸到聲之外 好像還有人在走動的聲音 然後一些嘻嘻嘻嘻嘻的聲音這樣 結果錄完了以後 我要回去換衣服 我發現我的衣服是被 就是被弄過的 更扯的是 我拿起我手機的時候 我的手機螢幕是整個是 蜘蛛網狀 就是被踩過 已經爛掉了這樣 碎掉了 螢幕整個是碎掉 就是放在那邊沒有動而已 沒有 對啊 我就放在那邊沒有動 可是公眾人經過不小心弄掉了 沒有 不可能 因為他那個錄影過程當中 他那兩個景片是必須要穿過 穿過廠中才有可能到那邊的 好可怕 所以我就 完全無錢這樣子 還是因為你前一天喝醉了 然後自己摔破了 你不曉得 不可能… 他到這影控的時候都還好的 對啊 就放在那邊 然後手機就是整 我一拿起來傻眼 我完全沒辦法解釋這樣 後來我才想起來說 原來就是那個位子 碰到這麼多這些靈異的東西 有沒有碰到 本身有沒有觸碰到一些禁忌 然後讓你惹禍上身的 就是有一次是 那時候我們要去北投 然後也是一個廢棄的醫院這樣子 你好愛去廢棄的醫院 廢棄的地方 去了以後呢 我們就 就是開始看他的一些 就是留下來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就發現 他的那個醫生的 看診的那個桌子上面 放了一包香菸 可是很奇怪的是 那一包香菸是全新的 然後呢 而且他還打開了蓋子 抽出了其中的一支菸 20支是滿的 然後抽出了一支菸這樣 把火機放在旁邊這樣 可是其他東西全部都是廢棄 而且不會 那地方不會有人進去 也沒有流浪汗 我就想說 奇怪 這東西怎麼會 感覺好像是有人 刻意來這邊要祭拜什麼的 那我當時也很犯賤 我就說 不然 就既然這包菸東西放在這邊 也沒人抽 對 你抽了 我都要進去 當作冥冥之中 有人要請你抽菸 你好帶種喔 我好運喔 有人要請我抽菸 我的媽 我當時沒有想那麼多 我當時想說 待會還要錄個兩三個小時 我想說不然就來抽一支 來換一下這樣子 我就這樣抽 抽完了 而且抽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 那支菸燒得非常非常快 我抽沒幾口 他就結束了這樣 我就抽完了 抽完以後我就走進一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病床 病房那邊這樣子 那個我就看到一張病床 旁邊放了一雙皮鞋 然後那雙皮鞋是非常非常 就是那個皮肉已經爛掉 已經濕掉什麼 很舊的樣子 那我就在那邊 我在那邊看到皮鞋 我就說 奇怪 這到底有什麼關聯性呢 我就在那邊講說 應該是上一個躺這張床的人 他就再也沒有下床 把那雙鞋穿走了 所以鞋子還留在那邊 被推走了 你當時在玩密室脫逃是不是 你在那邊嚴派 你在那邊嚴派 你真的好難打 我就在那邊說 應該是這個道理 那我就說 好 不然我來體驗一下 他當時躺在這個床上的感覺 那我就說 好 不然我來體驗一下 他當時躺在這個床上的感覺 你好不禮貌 所以我就拎著他的鞋子 然後在那邊看... 然後就把他丟在一旁 接著我就躺上那個病床以後 我這個時候才開始覺得 全身已經不舒服到一個極點 因為我前一秒鐘 我還在嬉皮笑臉 可是我一躺上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像是 有人在拿東西在刺我的背這樣子 就是全身很像很多針 一直在刺這樣子 整個是又麻又刺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原來這種感覺就是 我現在就是跟他交疊在一起 原來就是這種感覺 交疊在自己 直接講話 好可怕 你怎麼感受的 就是他當時的痛 對 我那時候就講這個話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就起來 起身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難很難起身這樣子 結果後來回去以後呢 我們製作單位也都完全沒有 發生有什麼狀況這樣子 是後來播出了以後 網友就社群網站到我們製作單位 寫說 那個影片幾分幾秒到幾分幾秒 就是我躺在病床上面 然後起身的那一個三秒鐘 看到就是有拍到一隻手伸出來 然後把我的衣服是 就他是要把我抓回那個病床上面 要我躺著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 自己看到那個影片 我就傻眼了 我想說完蛋了 我應該是真的冒犯到他們了 真的冒犯到他們 回去我們生病 真的啊 然後後來 後來我從那之後 我那一陣子就整個暴瘦 大概15公斤 我整個是非常非常憔悴 然後而且是那種吃也吃不下飯 然後一直會一直有想吐的感覺 好像真的 對 我那時候非常非常瘦 一直看不出來是你耶 他本來就很瘦了 結果暴瘦15公斤就更瘦 而且你看他的那個眼睛 那邊都好像凹進去的 對 凹進去的 那你勸他沒有用 因為好像 是不是過幾天要錄影 是 又後見 對啊 過幾天要錄影 好煩 後來再聽他們四位講一下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不只是被擠涼涼 覺得毛骨悚然 可是我覺得他們真的也很辛苦 他也是要為了帶給觀眾 沒錯 不同的感受 就是不管是什麼樣的靈 就是包括孔雀靈也好 然後我們就是音樂 不要開這個玩笑 我跟你說 不要開這個玩笑 不會有孔雀靈啊 你怎麼開屏啊 不要開玩笑 他真的 他不信了 對 你不要開玩笑 人的那個平日不做虧心事 也辦 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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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管是身處哪一間 我們互相尊重好不好 非常感謝四人來到了我們 麻辣同學會 謝謝 謝謝...